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师生 工作人员 大家好 首先我想感谢清华创业日团队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观察和想法 目前我在行政院一共有三个主要业务 分别是开放政府 社会企业和青年咨询委员会 在推动这些业务的过程里 很高兴能够有很多机会 能够接触到许多创新的元素 以开放政府为例 它有四个核心概念 那就是透明 参与 克责和含荣 具体来说 我们是透过多元的管道 开放负责的态度 一方面让社会大众能够更了解 政策形成的过程 是基于哪些考量 经过哪些思考 哪些讨论 另一方面则是让政府各部门 能够有更多的管道 去聆听吸收各界不同的意见与建议 以改善和调整政策的内容和方向 举例来说 在文化部 教育部 议政署 以及许多位立法委员的协助和指导之下 我们最近完成了一系列的协调 从这个月开始 电子竞技选手就可以送件 申请服替代役 也已经有高中职呢 要在今年设立电子竞技专班 未来一定规模的电竞比赛 经过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的认可之后 也可以成为选手申请入学时的加分项目 那在为期三个月的协调过程里 从10月的立院公听会开始 到后来我在政院主持的三场协调会议 所有会议的逐字稿都全文公开上网 就是因为这样公开透明的过程 我们收到了来自包含PTT LLL版 八卦版 巴哈姆特 雅虎 Mobile01 这些网站许多网友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都成为我们协调里面相当重要的讨论依据 以上这些记录 大家可以在我们办公室PITIS小组的网站上找到 或者扫描这个QR Code 就会看到这次电子竞技选手权益协调过程的政策履历 我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带动公共事务参与机制 以及政府决策过程更多的创意 这个呢 跟大家念资在资的创新是同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创新这件事情不止适用于商业技术上的发明 同样的 它也可以应用在公共事务的讨论 甚至政府的组成上 对于今天的政府来说 我们透过开放政府来引进创新思维的方式 也是一个在组织里面的内部创业 说到创业 接续前面提到的 除了开放政府之外呢 我还有两个主要业务 一个是社会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这边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这两者呢 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 台湾的社会企业里 许多的发起人和重要的干部 就是由青年所担任 而另一方面 在青资会的成员里 也有许多朋友 在之前或者目前 就是从事着社会企业的相关工作 从这些朋友们身上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 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业 他们的目标 都不只停留在个人的事业前途和收入 而是怀着想要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热情和理念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创业这件事 从创造职业 创造产业的层次 再往上提升到创造智业的长远视野 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心情就不会随着一时一地而波动 也更能够专注在创新上 今天呢 在座的各位都是相当杰出的创新者与创业家 以上只是一些粗略的想法 也希望在座的朋友能够多多指正 我很期待接下来跟大家的互动 也预祝第四届清华创业日活动圆满顺利 谢谢